11月3日,中国企业海外形象调查报告2020一带一路版在2020中国企业海外形象高分论坛上正式发布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院长孙明发布报告并做解读 报告显示,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和地区及本国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成为共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访者普遍认可本国和中国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认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积极影响 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作用获得认可 其中加强投资贸易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认可度最高 中国企业在助力全球抗疫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得到积极评价 受访者最期待同中国企业在科技加工制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合作 在抗击疫情方面,报告显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对中国企业海外抗疫表现的总体印象较好 七成的受访者对中国企业助力当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现给予了积极评价 七成受访者为中国企业助力当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点赞 总体上认可度还是比较高 这个对于提升我们中国企业的整体海外形象还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遵守防疫规定,提供防疫帮助,分享应对经验的举措,获得的认可度最高 受访者对于中国企业把员工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印象最为深刻 肯定中国企业有社会担当,面对疫情积极作为 同时超六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访者对中国企业助力当地减评的表现印象良好 其中泰国对中国企业助力减评的总体印象评价最高 此外电视和互联网是了解中国企业信息的主要渠道 有近一半的受访者最希望了解有关中国的工作和发展的机会 超过四成的受访者希望了解中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及待遇方面的信息 据了解,创设于2013年的中国企业海外形象高峰论坛至今已举办了八届 并连续七年开展中国企业海外形象调查并发布报告 此次调查采用在线问卷填打的方式 在1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 涵盖了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等不同区域的公民 欧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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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